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请就没请 说句真话怎么就那么难 交罚款吧 不是 交罚款啊 规章制作写着呢 迟到早退 中间溜后 交罚款 不 我堂堂一大厨 我出去买点东西 我还交罚款 什么堂堂呢 我还堂堂周总的娘家哥呢 我迟到了不也交二十块钱吗 你怎么想饭呢 脑子挺大 你心眼儿咋这么小呀 啥一个 你就想报上次的仇对不对 什么报仇啊 我是周总的娘家哥 也是饭店的娘家哥 我可以蹲在那儿巴一腿蒜 也可以像不正之父亮出我的正义之箭 这小货扯得滴根儿了 交 交 交 您上次交多少钱 二十 就二十块钱嘛 扯那么多干啥啊 咱二十啊 这儿不对啊 咋不对啊 咱找个地方 我领你算算这儿去 走 请坐 我们的背后就是总经理办公事 算明白了我们一起进去的交发组 算不明白我自己进去的 我就是汇报的 好 你看啊 咱俩是不是应该叫一样的钱啊 我们这个罚款呢 跟级别是挂钩的 上面写的对不对 咱哈尔滨那是省级的 副省的 副省的 省会 对对不对 副省的 餐饮业属于是鱼警 我们鱼村属于是正处警 周总属于是正处 你归周总领导属于是副处警 杨二姜四 属于是正处警 我属于是副处警 对不对 我比你啊 差两计 你应该叫六十 啥啥啥 我这变六十了 你应该差不多两级 你看 你应该复处复复复复复复 我是复复 对啊 你是复复 对啊 那中间就差整科那么一级吗 那 教我多少啊 四十 行了 好了 算给你了 教我法法去 进来 二位大厨 来 二位大厨 周总 下午吧 溜了火烤 这是我的杀魂 什么意思啊 谁 秦大厨工作期间除下来了 回来 回来就 坐着不安的 肥有点儿挠心的 心灵受不了折磨了 让我陪着交个方 那行 那我就收下吧 你不要叫你庆幸 你怎么这么眼熟啊 长得真像村长啊 小脸 你爸呢 我爸 我出书馆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怎么好像没到齐啊 有谁没来吗 不知道 吃哪儿呢 嗯 天下之物 莫柔弱于世 然而大不可及 深不可测 不可测 有人 知识到有人 这在里边蹲半天怎么还不出来啊 忙着呢 别走乱好不好 不是 我这心晚上没事跟你唠唠嗑呢 你可倒好 这一蹲里头就不出来了啊 不是啊 你你唠你的 我蹲我的 是吧 成语讲 这叫一举两得 用企业管理的话讲 这叫双赢 唠唠吧 不是 那个你说到管理的我想起来 我问你啊 那个 你现在在饭店算不算管理层啊 嗨 虚名对我来说是过眼浮云 你的石子呢 那个 这个公司呢 那篮子怎么给你开的呀 对工资问题 我的原则就是不打听 不过问 不计较 这个月工资是多少 我看就没看 不是 那你这一天到晚都具体的都干啥呀 炒豆腐菜做豆腐人 能上能下随遇而碍 你会不会震你说话呀 敲门呢 出来 我就震在里边看书 写书 册上杂技去 爸 电话 来 来 来 小学姐呢 哎 雪 怎么这点给叔打电话呢 范叔 我们要参加全省中学生做完竞赛了 我想从你那挖掘点素材 哎呀 这可高看雷叔了 你从我这能挖啥呀 周一酒店开张那天 我一听您在后书讲豆腐哲学 我就特别感兴趣 您还能帮我讲讲这豆腐吗 哎呀 雪呀 你跟雷叔是不谋而合呀 我呀正想写一本关于豆腐的书呢 刚才我在书房吧 我就写了一一段文字 你看看有没有借鉴做作用啊 豆腐 发明于贵族 流传于民间 刚开始的是 为达光贵人所不齿 沦为百姓餐桌上的粗茶淡饭 那么渐渐渐渐渐 就被人们所认识 居然成为了皇上餐桌的雨伞 人们都说 豆腐没呀 他白了 看着没 他嫩 摸着没 他香了 吃着没 而我说 他美在品格 美在豁达 美在善于何合作 啊 他会使菠菜更绿 木耳更黑 然而他又能自成一格 傲然独立 要是 6 4 1 3 3 3 5 让孩子玩个玩呢 以为会有意犹未尽 看什么说你 啥呀 我只做没把握的事 说你呢 睡觉 哎 睡觉 都能提个要求呗 啥 我下回在书房里 在看书的时候 别打扰我 睡觉 我其实 我这下回都很远 我刚开始 我这下回家 我好准备 我说这下回家 我还有一道 啥都那丢了 哎 我表哪儿去了呢 那外头上带着啥呀 哎呀 七里找找驴 行了 找了就好 上班 哎 装的一点都不像 你是在找手表吗 啊 是在找这个吧 你不是说 没问篮子一个月 给你多少钱吗 我今天正好去银行 顺便帮你查一下 要不然我查一个 怎么啦 还想过去呢呀 卡呢放我这 你用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行不行 那有啥不行 这自己家领导 那我上班了 去吧 别有什么情绪啊 有什么情绪啊 十几年一直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嘿嘿嘿 再见 嗯 再见 嗯 哎呀 咋整 社会都进不成这样 咱家还计划进进 这些东西都得涂在脸上啊 这都涂上 岂不是跟唱戏似的啊 你是老土吧啊 这些化妆品可都是花大价钱买的吗 这好化妆品啊 抹上就跟没抹上一样 那还抹它干嘛呀 听我的没错 哎 米莉 你看 这小妆一化上 人变得水灵多了吧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可跟你说啊 米莉 女人最大的财富 就是这张脸 你要是不心疼 谁替你心疼啊 你以后自己得多注意点保养啊 这么多东西 我来还是舍得花钱买这些呀 今天是你作为服务员第一天上班 我得给你塑造个好形象啊 行 薇薇姐 我听你的 好 来 再涂上口红啊 哥 薇薇 不是 你这米地儿干得好好的 干嘛非掉你那儿去 这种东西已经同意了 人参赴我也打个招呼了 米莉今天就要到了前面来工作 我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我跟你说就是要通知医生 没要求你同意 不是 赵 不是 薇薇 不是 赵 赵经理 你说你那儿也不缺人对吧 干啥呀 非得拔开我们后厨 万里丛中的一点红呢 秦大叔 这事儿已经定了 立会的时候就要宣布 再说了 调动米莱的工作 对她以后的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 这你应该能够理解吧 对 理解 你应该能够理解 那这 都这儿好了 对齐了 先来 先来 开立会 大家安静一下 现在开始立会 李亮 过来吧 这 这不成真战赛的李亮吗 这不仙女吗 这不仙女还给我录过旧子 瞎乐了啥呀 没见过女的呀 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 后厨的米莱 从今天开始就要调到我们前面来工作 我们服务员的队伍里 又增添了一名新兵 大家鼓掌欢迎 好 今天是周末 客人会比较多 我先安排一下今天的工作 这菜片快点啊 今天用多 哎 都没准掉链吧 好 哎 哎 啊 我还在推呢 你再快点啊 哎 八号做的答案 你找我有事啊 亲哥给你买的化妆品 我不能要 不要 要说这是哥的一颗心 能不要吗 你啥意思吗 没啥意思 原来你在后厨房 我先给你买个东西 就当咱俩有意的见证 现在你掉钱吗 就算亲哥给你留个念想 我不能要 这不合适 你看你 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够打色 你看 你看啥价 你看昨天买的 这么贵 这算啥呀 哥注重的是感情跟友谊 那这点钱你咋跟感情比呢 这哥看上眼的人啊 花再多钱都不在乎 辈子我都不打赔格 可是 你一样啊 你也想听灯红酒绿的 别忘了新哥 你怎么还不去吃饭啊 我不饿 藏了什么好东西呢 没藏 被子里面什么呀 秀 米烈 你进步可够快的啊 这化妆品可不便宜啊 我老老而死的花钱买这个 是人家送的 谁啊 秦大厨吧 你俩可知道的 秦大厨喜欢你 谁都能看得出来 他就差声扑了 我可没那个意思 那要不我还是拉起团 还给他吧 你千万不能还给人家 你要是还给人家 不等于当面打人脸一样的吗 反正我不能用他的东西 拉人家的手软 再说了 我整天跟他扯在一起 那我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你就送人 卫卫姐 你拿去用算了 我可不要 我找你 来来 坐 下午没睡会儿啊 我不困 哥 我昨天发工资了 打开你了吗 我头一个月工资 周总给我开了一千 不知道 挺好 你干的也不错 我算好算 饭店包吃包住 我留四百就够了 这就百块钱 完美 那你在哈尔滨 这等于刚扎根啊 是不是得需要点钱呢 我这样啊 我我我留二百 你先拿吧 哥 你拿着嘛 我知道 你是偷偷从家里的卡里头拿的钱给我治病的 时间长了也不好交代 我也不能再让你围栏了 那你得给家寄点啊 孝敬父母啊 你这么多 我再留一百 我留三百 你给家里寄三百 好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啥呀 这是 我这老脸还能用化妆品 不用 不是给你的 是给嫂子的 听说能美白 还能去皱 你买的 反正不是捡的 哥 你都拿着嘛 是不是挺贵呀 多少钱呢 多少钱呢 没四 有 有没有发飘啊 六百八的 不是这样 那行了 这样啊 你就拿这个东西啊 钉帐了 钉帐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这发飘不六百八吗 你给我 完了我回去 给你找一个六百八的医药费 收去 你啥子意思吗 就是当钱了 当还我的钱了 哎 一举两得 就是我呢 拿这个东西 就是说 给媳妇买了六百八十块钱的化妆品 完了就把卡里那哭了 给堵上了 明白没 还是没明白 没关系 发票给我 明天我给你拿手机 挺好 钱收起来 这个我拿着 工作时间看啥呢 你好研究研究这资料 人来好几趟了 上点心 喂你好 这里是红地毯婚建所 你好 这里是你老公范淳雷 没这么简单 晚上准时到家吗 我不回家 我去哪啊 行了 准时到家 给你个惊喜啊 哎呀 你能有啥惊喜啊 哎呀 你太想瞧你老公了 哎 哎 你说说啊 他见到这东西 他会是啥反应 师傅 哎不 不你 你这招太高了 那可是高档化妆品 那米粒别说用过 那剑都没剑过 那还不得乐电相了 这东西还在其次 那主要是 咱师傅这厨师 太苦了 你就冲着男人味 拿还 还不立马拿家的米粒 就是 哎哎哎 这个东西呢 不在前不前上 主要是啊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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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 心的意思 就你师傅这颗火辣辣的 成熟稳重的男人的心 别急 按在那张680块钱的卡通 一个小米粒还不给他融化了 那米粒得幸福死 那还不得藏了枕头底下 那剑天摸着才能睡着啊 对对对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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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太开心 det 韩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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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Chronifier 你 和你 绝对是惊喜 别人少我还要过去图 按理说的不应该告诉你 但是看你心情这么迫切 给你留露一点点 天热了 给你买的护肤品 全套的 全套的 你花多钱 不贵才六百八 六百八 你疯了你不过了 你这代价的玩意 当晚上回家再收拾你 小婉姐 怎么了 你说我们家这个死老饭 不年不节的 花六百八 给我买到护肤品 这不钱烧的吗 这饭哥也太浪漫了 浪漫啥呀 浪漫冷饼饭吃 就说了 我这人老猪黄的 用那么贵的东西干啥呀 那不糟了钱吗 小婉姐 你可一点都不鲜老 我爸爸上次走大街上 那人家还以为你是妹妹呢 去 你说又没变呢 哎呀 你说我们家这个死老饭啊 怎么形式的呢 怎么想一出就试一出 小婉姐 那明天上班 你就把你那好几百块钱的那个化妆品 带来让我开开眼 你说我这现在还咋这抹呢 雪花膏呢 得了吧你 你那化妆品个个都是贵的 你当我没见过 你当我没见过 整个挺高兴 哎呀 两口子在一处啊 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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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师父找你呢 这不午休时间吗 这不午休时间吗 快点 磨叽呢 快点 怎么还有事呢 师父 哎 谁干的事 放在这儿好好的谁也给拆他们 拆人家私人物品等于拆人家信件啊 犯法啊 我我报个句 死人 犯法 这东西谁呢 我呢 这东西吗 我的 价钱我都知道 680块 哎 秦琼同志 这东西你要喜欢你可以去买 你不能抢啊 你不能说你叫一个好汉名 完了干着土匪的事啊 啊 知道680就是你的 那我还知道宝马车一百多万的宝马车也是我的呗 你少跟我扯着力跟弄我告诉你啊 就这东西 昨天我买的 花680块钱 回来时候我租了一三轮车 花了十块钱 我还买瓶水花一块五 回来 回来让你整的我还交了四十块钱罚款 前后七百三十一块五 咱们都冷静了 好好 坐坐下 好不好 咱们按逻辑推 好不好 就这个东西 价值不菲 我呢是有媳妇的人 为了讨好媳妇给媳妇买的这个东西 美颜护妇 你那四十好几的也没个媳妇 你这张老脸也用不上这这种东西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讲怎么可能是你呢 不是 我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这东西是我的你明白吗 他们俩可以作证 昨天我亲自去买的 没错 我师父跟我们说了 对 门能作证 怎么就要打群架呀这是 行 出发票 拿发票 没给我呀 嗯 在这儿 六五百八 发票都给你了 啥叫给就是我的 我跟你说 我先把这东西收起来 回头我告诉你我告你们去 干什么去 哎 哎师父 哎师父 你才去 哎 哎师父 哎师父 哎哎 哎 你干什么 哎 你给米粒买了 转手都送给你了是吧 这么昂贵的东西 你是什么意思 啥傻意思啊 我同事情深不行啊 啊我是厨师长 我还是他的领导 我还是他的老大哥 我送点东西不妥吗 如果说领导对夏娱大哥 对小妹妹 这么纯洁的关系 有这么昂贵的礼物 那是老土 如果你要有别的意思 送你两份 不就 这话是米粒让你跟我说的 我个人意见 挖倒了你 你们俩肯定有事 你们俩肯定有事 你怎么血口就喷人 我们俩有什么事啊 他来饭店是你安排的吧 对啊 他平常是会管你叫哥 是啊 你是不是说过 你们俩有特殊的关系 对啊 那么还是有事吗 其他事我还真得跟你解释解释 我安排他过来 到饭店 那是我为了我自己 他管我叫哥 他是自愿的 我没让他走 这么叫 至于说特殊的关系 我呀跟他还真就发生了点 不该发生的 那种关系 怎么回事呢 你们俩都发生关系了 什么发生关系啊 怎么这话从你嘴里出来就变味呢 到底啥关系 咱俩不也是同事关系吗 咱俩刚才吵架了 不也是发生一点冲突的关系吗 咱俩挑上部分吧 Them It's gone 他快快 homo 都上网来 你们俩帮帮了吧 烦制素人員 너来话 走 ra com spentela аем vão 喝 我们俩正常 en van 两个年轻人的恋爱关系呢 算你喊 他 青年男女 问题是你是青年吗 小蕾 爸 都走家门口了 还打电话 别吵 足球在家呢吗 我没玩 我一直写作业呢 没说你不写作业 小点声 再也没在家足球 在啊 一会儿啊 你在下边踢球 我妈不让 飞尘暴徒的 我让 你听我的 你就在那踢球 然后爸呢 往台阶上面走 然后你往我身上踢 闷我 我 我下不去 你就听我的吧 你妈要说你 我替你扛着 啊 你就往我身上闷 脑袋 胸口 手都行 完了我可以用手来 找你 好吧 你去准备球 啊 快快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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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谁踢的呀 这是 是小雷吧 肯定是 小小雷 不让你在院里踢 不让你在院里踢 偏 偏踢 他闷着 老了吧 这 这孩子 妈 没事吧 这大事是没有 你看这 澡白洗了 那没事 没事 水有的事 这 这孩子 不是 从袭 哎呀 什么样 秦大厨 你怎么在这儿啊 秦哥跟你说点事 上次秦哥送你那东西 你没用吗 我真用不惯那个 这怎么也算是秦哥 给你留的纪念吧 你要真用不惯你 你就给扔马路上 扔垃圾桶里 扔垃圾桶里 实在不行了 你夹击你拽墙上也能停下 你不能转手就送给别儿了 啥 你都知道了 你这不是借别人的手打我的脸吗 秦大厨 我真得不是那个意思 你这长得我 我这心都碎了 秦大厨 我没有想到他会还给你 我是想送给嫂子的 你这我再提醒你几句啊 老范你这岁数可不小 而且是拖家带口的 你说你跟他整这个扯不清道不明的 你们俩 秦大厨 我不明白你在说啥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我就纳闷了 那我秦穷我哪点比不上老范 论长相 论气质 论岁数 还有 我怎么那我也是咱们这一村的中层领导吧 那老范呢 整天说跟周总关系多好了 其实就是一打杂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啥子 我要回宿舍了 你这这 好来不及 我也是个钻石帮龙 你放开我 秦大厨 雷过是可怜我才帮我的 要是没有雷过 我早就死了多少回了 我们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庸俗的关系 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 来 二老叔叔头 好好好 小小敬 好 来给你 你看客气是吧 怎么样 你看这天啊洗衣室好松快松快 春雷还是在你家洗的舒服 是不是 我妈就愿意在这儿洗水冲 对那水冲是舒服 洗两遍不亏啊 是 是洗衣吧 好 来 来 去 去 去 来 走 来 李阿姨啊 你以后啊就经常来 跟我妈跳完操机过来冲冲洗洗啊 你看这 那该多麻烦你 还能把你家当澡堂子啊 哎呀 自己姑娘家没事的 就是 姑爷也没意见 是不是春来 还有意见 平时请您都请不来 后来我跟小婉一商量怎么办 说您老爱洗澡 安个好淋浴 有淋浴勾着您老不就来了吗 怎么这么回事 那个啥 我那惊喜呢 院里挂着呢 那老贵的东西 你夸院里干啥呀 去 拿进来 夸院里挂啥也不 不怕丢 没 没事 那个 咱们张罗吃饭吧 你要不拿进来惊喜啊 不想吃饭 春来你就去拿进来呗 那今儿一来 那小晚上念头 说是 你给他买了一套 六七百块钱的化成品 六五百八 你说我这心里还犯嘀咕呢 那春来跟我想的也不一样 你一点都不抠 春来 快去拿进来 让我这老太太 见识见识 也开开眼 我现在吃完饭再 咋着啦 爸 我这回真不是故意的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又 哎呦 你怎么回事啊 李你小雷 李 不让你提 不让你提 你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做吧你 我冲着那儿踢的 就是想把球踢过去 结果踢自行车上了 多寸你说 哎呀 碎了 肯定碎了 啊 肯定碎了 你这大电瓶一压 别拍了 赶紧 拍不拍 我再拍 这六百八呀 这是 哎呀 肯定碎了 你看 是不是 看碎到什么程度了 哎 哎 行了 谁还没有和孩子淘气的时候呢 行 行了 行了 把车立下来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心情也好的情 好心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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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也好 要怎自己 这世界很简单 没那些复杂道理 有空白有无奈 也会有精彩继续 风吹来花召开 扎眼间一片枝 月亮走星星落 太阳大 太阳大照 长生气 太阳大照 长生气 太阳大照 长生气 好心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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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世界 也好了天地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大家 也好留在自己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心情 也好了地情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大家 也好了天地 过日子不见门 不都是天眼蜜语 有时轻 有时瘾 也会有狂风暴雨 心累了别愚闷 赶紧去看天看地 原来早睡在流 高山它永远站立 高山它永远站立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心情 也好了脾气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亲朋 也好了等丽丽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世界 也好了天地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大家 也好留在自己 嘿 好心好意 好意 Heil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细典 好意思 感谢观看